经常两泻肋部疼痛真的是差气了吗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中医认为这其实与我们的肝胆有关 邪疼痛可与西医多种疾病相联系 像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胆囊炎、胆食症、慢性一线炎以及肋肩神经痛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出现两泻肋部疼痛 疼痛与肝胆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沈医生还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邪肋部疼痛应该如何辨证和治疗 邪肋是指胸部侧面为液窝以下之第二肋骨部分的统称 邪肋部也是我们的肝胆仪所居之处 所以肝胆经不与两泻 所以歇疼的发生主要与肝胆的病变有关 那么具体原因都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情治问题 情治不输,有的人爱抑郁 有的人爱生气,会导致肝气愚结 气肌组织不通则痛 就会导致烈疼的发生 并且气愚久了会化火 或会灼伤今夜而伤阴 今夜少了日久就会导致血流不通而产生血愚 所以气愚化火 筋伤血愚等都会导致并加重我们的邪塞骨疼痛 其次就是外伤引起 平常不注意摔着了或者扭着了 就会导致体内产生淤血 淤血组织筋脉 就会出现两脚肋疼痛的情况 然后就是饮食引起 平常总是爱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 我们的脾胃受到损伤 脾胃蕴化功能受到影响 生湿化热 湿热鱼节 导致肝胆输泻功能受损 气急不通导致烈疼的发生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久病引起 久病耗伤人体精血 精血亏虚以后会导致肝血不足 肝血不足以后 筋脉就会失去乳氧 不容则痛 就会导致肋疼的出现 上面讲了肋疼发生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对其进行辩证和治疗 因情治问题所出现的肋疼 常常是胀痛并且走窜不定 甚至有时候会波及到胸肩背 还会有胸闷经常叹气 顽腹胀满等症状 并且这些症状在情治不舒的时候会加重 而叹气或者是爱气之后会舒服一点 这就是肝气瘀结所导致的 所以要采用疏肝里气止痛的治疗原则 如果肋疼出现像针叉一样 并且疼痛的部位是固定的 疼痛持续不已 夜间加重 有时候摸一波肋下还会有硬块 面色晦暗 蛇指也是紫暗的 甚至有瘀点 这就是血瘀所导致的 我们要采取活血化瘀 理气通落的治疗原则 因饮食习惯不好 脾胃受损 导致体内湿热瘀节 就会出现席内部胀痛 触痛明显而巨暗 有时会波及到肩背部 常常伴有食欲不佳 胸腹部胀满 恶心 呕吐 咽湿油腻 口干口苦等症 伸出舌头 看到舌苔又黄又腻 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清热 沥湿 理气通落的治疗原则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调整好饮食习惯 如果你有长期肝胆病病时 经常斜肋骨隐隐作痛 缠绵乃愈 活动之后还会加重 还经常伴有口干 烟灶 眼睛干涩 心中烦热 头晕目眩症症 看到舌相是一个舌红少胎的症状 这些其实是肝阴不足的表现 我们要采用 养阴揉肝 所以理气通落的治疗原则 看到这里你了解了吗 两脚肋骨疼痛跟肝胆密不可分 所以治疗自然要着眼于肝胆 分清虚实而至 实症要理气活血清热 虚症要滋阴养血揉肝 如果你也有肝胆疾病的困扰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 沈医生会帮助你一一解答